南韩周四公布1月出口成长18% 半导体外销较去年同期大增56.2% 超下2017年12月以来最大单月增幅 反映半导体需求持续增长 日本最大工会组织之一的UASENSEAN 寻求调薪超过6% 以推动薪资与物价良性正向循环 让日本银行能够升息 进而带动日元升值 美国国防部公布在美国直接或间接运营的 中国军事企业名单更新 新增的企业包括中国记忆体厂长江存储 人工智慧公司矿石科技 雷达制造商和赛科技 及科技公司东方网利 环球音乐公司与短影音平台TikTok 就艺人和词曲作者报酬等问题的谈判破裂后 环球音乐表示将从TikTok撤下该公司歌曲 代表包括泰勒斯、加利安娜、威肯等人的音乐将全面下架 新唐人展开电视整理报道